火车缓缓开进站 开进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奋起湖车站 随着斑斑火车的来往 邻近的村落也成了商店聚落 就是在火车站下方的奋起湖老街 踏着一阶阶的时间 老街里的店家一间又一间 既在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小步道里 每一家都是老店 知名的老饼店 里头摆得老厨柜是阿嬷级的 其中有着祖先的智慧 怕小朋友多吃 厨柜的全部打开这边 阿嬷级在这边 从这样的才能打开 望老街当然要吃名产 这碗豆腐很特别 这边的名产 吃起来真的不一样 芥末豆腐入口即化 田中还有山葵香 名产还有这爱玉 当然也要尝一尝 另外这铁蛋也要吃吃看 它硬的话基本上就是要有七天 把茶叶加进铁蛋里 吃起来甘甜又清香 再来还有这火车饼 历史已经七十几年了 早期是在火车上当点心的 代代传承的喝足味 还有这阿伯的炒阿贵 哦 里面都咬下去了 古早味小吃让人忘不了 将近六百公尺的芬奇湖老街 沿路飘的都是饼箱跟茶香 还有最吸引人的铁道便当 铁和便当边吃边怀想 芬奇湖老街最早没有名字 大家只称为铁子 这条铁道铁是我们的货物集散中心 所以我们是 选给周围游客人来介绍 来聚集 所以来这里变成一个游戏中心 形成我们的芬奇湖老街的历史 有这百年的历史 芬奇湖老街被称为 是南台湾的酒粪 往阿里山的游客总是不会错过这里 走进芬奇湖老街 时空瞬间交错 在百年老街中感受岁月留下来的丰硕 大吉区 收大吉祥老街 小吉祥老街 真正 Road 阿里山Д 在美丽 等节目 小吉祥老街 大吉祥老街 小吉祥老街 大吉祥老街